年总的抽签仪式真是节目效果拉满 上半区相当死亡 狼队和RW霞再次碰面 红蓝大战上演 在抽签的过程中也挺有意思 清荣在赛前就开玩笑说 抽到狼队、AG和KSG都可以 结果还真就给他抽到了AG 采访的时候都给清荣整破阴了 AG是一支非常有实力的队伍 然后独一老师的话 是太有实力了 太有实力了 都破阴了呀 在RW霞抽到狼队的时候 导播给了妖刀的画面 这光速变脸是给他玩明白了 看到狼队和RW抽到一起很开心 给了镜头马上心如止水 只能是在心里暗自庆幸了 而RW霞可能也没想到 第一天就是自己的比赛 之前还让一队选手们 去北京参加游园会 只能连夜改了行程 马上回来训练备战了 但评论席的九成 还是更看好RW一点 毕竟夏季赛 RW霞面对狼队也是获胜的 我感觉RW霞状态好的话 打狼应该问题不大 因为狼队现在的整体状态 其实比RW霞会差一点 对 就是从 整个联统的表现力来演的话 它的上限会低一点 至于下半区 对于KSG来说 已经算是上上千了 这要是不拿了两连胜 也是有点交代不过去 很多解说都已经开始预测 白衣 时间和北升 都觉得AG能进总决赛 某鱼的预测活动也又开始了 和夏季赛一样 走到最后的可以瓜分10万元 10月31日之前都可以参与预测 相当于前面两场比赛就送给大家了 从第三场开始 全队的玩家能参与瓜分奖金 夏季赛最后 25个人全队每人分了4000 这次机会又来了 赶紧去试试吧